贏下来比今天要赢更重要 但昨天既然没赢了 那潘慧琳今天应该可以上场 但到现在为止没看到他人影 所以不免想 他大概身体上是有些状况 那这个问题只有 大概赛后总教练才能够回答 场上的还是林玉清 在这个半局他要面对的是 Sepeda 这球拉起来打成了界外 两好球没有坏球 这球投的不差 来了一个快速球在外角 可惜出现没给 前一个球是用快速球 两好一坏 还是不给 对而且也没有诱使打者出棒 两好球两坏球 给了这个变化球 三阵掉了Sepeda 对不断不断的等待 碰到这个变速球 他也没办法 尤为非常内侧但事实上走内侧是进到好球带 几乎好球带中间进来 Sepeda的肢体语言也是 有他们这个总教练的影子在 打进到是Abreu 因为Sepeda32岁跟着Mesa也很久 慢慢受到影响 有两个打输 一只安打 点滴 一毫两坏 三点方向的弹跳球 陈庸基 小碎步的调整步伐之后刺杀掉了Abreu 调分是从Fernandez这个强袭球 这个Push Pong造成了投手杨耀勋的传球失误 所以这是一些小事情 最后串联起来变成一个大伤害吗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内野飞球 遭到了彭正敏的接杀 接杀了Despan 古巴队结束了50的攻势 目前的比数还是6比0 古巴领先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